大家好,我是来自英特尔的徐一周 然后今天这场技术分享是由英特尔和我 我来自英特尔和来自林确云的刘命中心同学一起提出的 然后我们这个演讲的主题叫不受CNNI限制的EBPF网络性能加速器 然后今天我们主要会涉及的一个方面就是说 首先会讲一下K8S当中目前存在的一个TCPIP协议站的一个开销问题 然后接下来我们会介绍一下EBPF还有它的一些背景知识 然后我们还会介绍一下就是如何我们用EBPF里面这些组件来实现这个bypass的这个功能 然后接下来是孟欣同学他会分享一些他在生产实践当中使用这个EBPF bypass项目中拿到的性能数据 他会分析一下 然后还有一些他们在CoopWort加速当中的一些实践 这些其中也涉及到了EBPF 然后基本上今天要讲的就是这些 剩下的时间可能会留给大家 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来问我们 然后首先的话呢 就是在K8S里面每一个Pode都是有他自己的一个网络协议站的 所以当一个包从一个Pode流向到另一个Pode的时候就是右边的那个右边的那个上图 它是会穿越两次TCPIP协议站的 然后这个的开销其实如果在没有服网格的情况下还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当有了服网格之后这个开销就成倍的在网上增加 我们可以看增加了服网格之后 有了sidecar注入以后 这当一个包想要从一个client来发送到另一端的一个server的时候 它就会进行六次穿越 实际上是相当于过去翻了三倍 然后它会再从Pode里面出来到sidecar这边穿一次 就是再从sidecar到sidecar再穿越一次 然后再sidecar到真正的后端server穿一次 所以这个服务网格就把这个开销给放大了 所以因此我们就希望可以在同一主机上可以把这一段TCPIP给它bypass掉 然后把这段开销给省下来 这个就是我们做这个项目的初衷 然后呢我们为什么要用eBPF来实现这个方案 首先因为eBPF是近年来Linux Kernel社区里面非常火的一个 也是他们非常推荐的一种扩展内核的方式 然后它对于用户来说实际上是相对比较透明的 因为它完全工作在内核 然后所以如果你实现的比较好的话 你的用户应用可以基本上甚至是可以不做修改的 就来使用到eBPF的这个功能 然后同时因为它工作在内核 它和这种常用的kypass当中的cna 它是不会有很大的冲突的 比如说像calico这种 当然如果你用的是像Clim这种 它主打用eBPF的它也许会有冲突 但我没有试过 然后最后的话 这个eBPF它在设计之初 还有它的各种使用上都是考虑到了安全的方面 就是它每一次载入代码都会做验证 这种是社区他们都有考虑 包括它设计的这个eBPF整个使用的情况 都有考虑安全这一方面 然后另外的话呢 它也比较高效 这种相对于传统的想要修改内核的这种方式 如果你是传统上想要对内核做一个修改 你要我们修改原代码 然后要重新编译 或者你写一个内核模块来加载 这两种方式相对eBPF来说 都是会消耗更多精力的 然后我们接下来介绍一下 我们要实现这个方案的时候 用到了eBPF两个主要的一个组件 一个就是Map还有一个是Program Map的话呢 它是eBPF里面提出的一种 用于eBPF程序之间 或者是eBPF程序和用户态程序之间 共享数据的一种方式 因为eBPF工作在内核中 然后它很快就运行 很快就结束 所以它没有空间给你来储存数据 所以他们发明了Map这个东西来作为一个中间传导数据的一个工具 然后Map它基本上就是一个 可以认为是一个建制对的形式 但是它里面存放的数据是多种多样的 比方说我们用到的这个SockHushMap 它里面是允许你在Value里面存一个Sockit的一个引用 然后这样的话当你匹配到这个Key的话 你就可以直接拿到这个Sockit 然后同时它也允许一些eBPF程序 直接去挂载到这个Map上 然后这样的话就可以监听这个Map里面 所有的Sockit里面的一些行为 然后就会触发这个eBPF程序来运行 我们的程序里面也用到了这个功能 然后另外一个组件就是Program Program的话它基本上就是Kernel里面给eBPF预留的一些hook点 然后就是当Kernel运行到这些点上的时候 就会跑你提前加载好的eBPF程序 但是它都是很短小的 然后很快就结束的 然后通过我们在Program能做的行为 实际上是严格受到限制的 就是Kernel它为了安全期间 所以你在eBPF这个Program所做的事情 很可能就只能通过一个叫helper function的 它提前限定好的一些helper function 你只能做这些操作 然后你在特定的这个Program的数据路径上 可以拿到特定的数据结构 比方说在SockOps这个Program里面 你就可以拿到这个Sockit 你可以看到这个Sockit里面的一些信息 然后你来做判断 然后SockMessage你可以拿到这个Message 然后对这个Message来做裁定 然后决定它是bypass呢 还是说挡掉 可以做这些操作 然后主要的组件就是用到的这两个 然后我们通过这样组件 我们来实现它基本上的一个流程 就是首先我们会对这个host上的Sockit 进行一个全局的补货 这个是通过SockOps来完成的 我们会捕获这个host上所有的 就是建立了连接的Sockit 然后把这Sockit加入到一个SockMap里面 然后将SockMessage这个第二个EBPLProgram 然后由它来监听这个Map里面的Sockit 然后当一旦有数据进入到这些Sockit里面 它会触发这个SockMessage 由SockMessage来查找它对端的Sockit 然后来进行转发 这个就是我们实现这方案里面的一个大致的原理 但是实际上细节当中 我们会需要考虑到更多的东西 然后接下来我们可以按照具体的一个一个场景来看 首先就是这种是比较简单的一个K8S里面一个POD 得到另一个POD的一个bypass的场景 我们可以看到当这个连接建立以后 有两个Sockit被捕获 然后你可以看它这个Sockit是很有规律的 就是说它的Source和Designation这两个地址是完全最称的 所以这种场景其实是最简单的一个场景 当我们捕获到这种Sockit的时候 我们要做转发就只需要把它转发到 就是对调的一个地址的Sockit上 然后这个转发就完成了 然后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SourceMesh里面就是入方向的一个bypass的一个场景 在这种场景当中呢 同样是捕获了两个Sockit 然后我们会看到这两个Sockit一样是对称的结构 但是它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说这个Envoy这边的Sockit 它的原地址是127.0.6 这个地址是Eastle规定好的一个拦截的地址 也就是所有的进入SourceMesh里面的Server服务的流量都会被Sidecar拦截 然后它会用这个固定的地址来建立一个新的请求来发送到Server端 因此我们实际上可以在拦截的时候就针对这个地址有针对性的把这种Sockit拦截下来来加入到我们SockHashMesh里面 然后接下来的一种场景是服务网格里面想要访问外部服务的一个Client 然后当这种场景出现的时候呢 我们看到它相对于我们之前看到的那种这两个Sockit是完全对称的形式 它不太一样 它多了一种复杂性 就是说我的这个Client 它想要访问的外部服务 它认为的外部服务是监听在80端口上的 但实际上真正就跟它建立连接的这个端口 它是跑在127.0.0.1然后15001的这个Sockit上 然后这个转发是由East来完成的 然后它是通过IPTables实现了一个这个流量的重定项 它对于Client方面是完全透明的 但是这个连接是全部需要和这个固定的这个Sidecar上的端口来建立的 因此对于这种场景的Sockit的捕获的话 我们就需要多做一步 除了要把这个Sockit放进这个HushMap里面 我们还需要建立一个这两个Sockit之间的对应关系 因为它们俩实际上是没有什么规律的 只是都因为另一端是固定的一个端口 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在真正有数据来的时候 通过这上面这张表来查找 它真正要转发到最端端口 然后最后一种情况呢 就是Sidecar到Sidecar之间的一个bypass 这种情况其实跟上一种很类似 就是说IPTables这一次又做了一个修改 就是它会把这个所有进入右边的这个Sidecar流量 处定向到1506这个端口上 因此原来的这个目标端口实际上是失效 所以我们还是要再记录一次 就把这两个Sockit来建立一个对应关系 然后真正最后在bypass的时候可以来查询这张表 然后以上呢 基本上就是我们在K8S包括普通的K8SPOD到POD之间 包括还有Service Mesh里面 我们需要考虑的bypass场景里面需要处理的问题 然后目前的话我们这个项目已经开圆了 然后在Github上大家可以通过访问这个 Eastle TCPIP bypass来下载下来 然后直接apply这个是一个demo set 然后就可以运行了 然后欢迎大家来使用我们这个项目 然后同时提出意见 还有也欢迎大家来贡献 我这边的关于原理方面的分享就到这里 然后接下来是孟欣同学 然后我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就是我们利用就Intel他们提供的这套加速的方案 然后在我们的一些场景下的一些性能的表现 首先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场景 就是一周他们那边做的事情 可能更多的是考虑了Service Mesh这场景 但是在我们的场景中 我们其实发现了它的另一个比较有用的用途 就是它其实做的是一个同主机制内Socket到Socket的一个重定项 然后这样的一个说法 就是它其实并不只是一个单一的针对Service Mesh加速的方案 而是一个你更宽泛的来讲 它是一个同节点之内POD到POD之间网络加速的一个方案 这个其实对于我们来说 正好符合了我们的一个新的场景 因为我其实本人是做CNI的 我们之前CNI可能相关比较关注的是跨节点之间的 这个容器网络通信的性能 但是在实际场景中会有这样的一类场景 就是在一些边缘的场景 就是你整个的K8机群 其实并不是有很大量的机器的 可能只有三台到五台机器 这种情况下你就会面临一种场景 就是你的大量的应用之间的网络通信 其实并不是跨节点的 其实是同节点的 这个时候其实你跨节点的性能并不重要 而同节点的性能反而会变得很重要 而这个其实是我们之前是比较忽略的一点 但是Intel这个方案其实就很好的 就是满足了这种你同节点之间的 一种网络加速的一种场景 我来简单介绍一下 就是我们这个测试的一个方案 就是我们会在同一个节点上 部署两个性能测试的POD 然后我们会用QPURF去进行 就相当于是两边进行TCP的一个对打 然后我们会去测它的TCP的延迟和TCP的增速量 然后我们测试的数据包是从一个字节一直到16K 然后就是不长是四倍这样一点一点的去往上涨 然后去看就是有优化前和没有优化之前 还有上了这种优化方案之后的一个性能的具体表现 然后左下面这张图测的是延迟相关的一些表现 这个绿色的可能不太清楚 这个绿色的柱子其实都是优化之后的一个延迟的性能 然后蓝的是一个原生的 就是没有任何优化的一个性能 可以看到优化之后延迟的提升其实是很明显的 就延迟变得很稳定 就是基本上从一字节到16K 这种的大小的TCP的数据包 它的延迟基本上都保持在20微秒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性能 但是如果不上这套方案的话 可以看到基本上都在40然后一直到60 然后这个程度上去波动 所以就是从延迟的表现上来说 其实就这个方案能给延迟带来很大的一个提升 因为它把中间的什么TCP、IPtable、你的VTHPair 包括你下面的CNI就是完全都跳过了 变成了一个Socket到Socket之间的直接的数据对传 所以它的延迟表现其实是很出色的 叫我们来看 但是在吞吐量这块 然后这张图画的其实是吞吐量的一个对比图 就是我们会把优化后的那个Datapath的吞吐量 除以优化之前的那个Datapath的那个吞吐量 所以理论上来讲如果它高于1的话 就说明我们优化之后效果是好 如果小于1的话会说明我们的效果反而是比较差的 然后这个其实就会发现 其实在就是我们也发现的就是这种优化的一个问题吧 就相当于它是在比较小的报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从1一直到256其实应该是到512左右吧 所以这个整体的比值都是小于1的 然后只有当这个数据包相对来说比较大 比如到了1K之后 它的吞吐量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提升 就是大于1K的话可能会有50%到70%这样的一个性能的提升 然后这个我们经过一个分析 就是我们有具体的去研究的很细 但是我们具体一个大概的分析大概是这样的 就是因为我们这套方案其实它绕过了整个的TCP IP站 所以带来的一个负面的效果就是TCP IP站 它本身的一些对于小包的优化其实也跳过去了 因为如果大家了解那个TCP处理的话会知道TCP它小包其实是有一个聚合的一个功能的 就是它会开 它并不是说你竹包处理的 它可能是一字节的包 它累积到比如说累积到1K或者累积到4K 在统一的去处理一次 但是如果换成我们这种EBPF方案的话 带来的一个负面效果我们其实是竹包进行一个处理 这样的话带来的一个负面的效果就是在比较小的包的情况下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性能其实是从吞吐量的角度来说其实是有下降的 但是当数据包比较大 比如说1K 这个可能就跟应用场景相关了 如果你的包是相对稍微大点 因为1K也不是特别小的包 相对大一点的话 其实这种优化方案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性能提升的 然后总结大概就是这样 TCP的延迟会有比较好的一个性能提升 TCP不管是在很小的或者是很大的包 它的延迟都会有 延迟就会比较稳定 而且会有40%到60%相对之前的一个latency的一个下降 但是吞吐量的话就需要分情况看 如果你是大于512字节的 就在我们的比较细的测试中 基本上大于512字节基本上是一个分界线 就大于512就基本上我们性能都会好一些 这样的话就相对比较大的包的话 它的吞吐量会有40%到80%的提升 但是如果你的应用你的场景下 你的包是小于512的话 它的吞吐量其实是会有还是比较明显的一个下降的 所以这个性能方案优化的方案的话 大家可能还是需要根据自己的一个应用场景自己进行测试 然后去讨历去实施 前面是POD到POD之间的一个加速 然后我们和Intel在合作的过程中 我们其实还发现到另外一个 就是也是跟容器网络相关的一个 我们认为还是比较 现阶段来说还是比较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在Cuber Word的场景下 我们会发现有比较严重的一个性能衰减 就是现在的Cuber Word 如果大家是用那种bridge模式的话 应该是和POD是一样的 都是用的那个相同的CNi去做 就是它一个CNi寄给容器提供网络 也给Cuber Word的虚机去提供网络 但是在我们测试的情况下 就即使在同样的CNi同样的机器下 两个VM和两个POD之间的网络性能差距会差的特别多 这个具体的数据可能会根据你的硬件环境 或者是你的一些配置有关 但是基本上还是会有比较明显的下降的 就是在我们的那个我们的测试里面 我们会发现就是 如果就同样的情况下 它的VM的latency相比于POD的话会有60%的提升 而那个PPS就基本上可以理解为吞吐量的话 其实会有就会下降到原来的50% 这个可能不同的测试环境 可能测试数据不一样 但是应该都还是一个比较明显的 因为我们其实在别的一些用户或者是社区类 其实也会发现类似的问题 就是只要你是Cuber Word 那你不跟POD比还好 但是你应该POD比你就会发现这个性能其实会有很明显的衰减 然后这里面我们考虑到了几个可能的因素 然后其中的一块可能就是因为 就是在Cuber Word最上面它其实是个VM VM里面其实它有一套自己完整的一套网络站 所以相当于你的整个的网络链路既要走外面的VM的网络站 还要走原来的容器的这一套的网络站 所以可能这一块会是有一定的性能损耗 但是这一段其实我们现在现阶段没有太好的处理方式 因为那个相当于你涉及到VM里面那套OS那套东西 其实你没有办法做一个很通用的方案 然后第二个方案就是如果是在这种bridge模式下的 就是如果大家稍微了解一下这个Cuber Word的bridge模式 它大概是这样 就是它的CI应该是VTH一端是在主机上 然后另一端是放到这个POD的容器里 对于容器来说就直接走这个ETH0就结束了 但是如果是Cuber Word的话 它如果是bridge模式的话 因为bridge就是别的模式先不说就只说bridge 因为bridge相对来说兼容性是比较好的 就bridge的话它会在你的容器的这个POD的IS里面起一个bridge 然后bridge把这个ETH0接进去 然后上面再起一个type 然后通过这个type设备 然后再接到最上面的VM里面来 所以我们就猜测有可能是就多出来的这一段的这个bridge 有可能也会是这样的一个性能平行 然后我们最理想的情况下 其实是我们希望比如说 我3i这边出了一个V1铁质队 然后会把这个V1铁质队直接的就送到这个VM里 这个可能是我们当时想的 如果是这样进行一个短路的话 就有可能会达到一个性能的提升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如果大家知道Cata的话 Cata其实是一个比Coverworld早一些的就类似的一个虚拟化项目 他们其实做了一些类似的事情 就是他们是用TC-Mirror 然后直接就bypass了中间的那个bridge那一段 然后去做这个性能加速 所以我们就想是不是在这种场景下 我们在Coverworld上也可以的用EBPF或者是TC-Mirror 这样类似的技术 然后也达到对Poverworld这样的一个通用的性能加速 因为这个相当于是一个外挂的 我不需要改你的CNI 我也不需要改你的Poverworld 我只需要在后面再外挂一个bypass这样的一个逻辑 其实就可以达到这个性能的提升 然后因为Cata用的是TC-Mirror 我们本来最开始就是 其实现在有两条路都可以做这个事情 一个是TC-Mirror 一个是BPF的redirect 然后这两个方式其实是都可以的 但是经过我们的测试还是跟刚才那样 从小包到大巴 从延迟到图图量 整体的测试了一圈下来之后 我们会发现尽管他们俩都可以实验同样的事情 但是TC-Mirror的性能总是会比BPFredirect要好那么一点点 不是很明显 但是就是好一点点 所有的测试用力下来都是好一点点 所以我们最终决定还是用TC-Mirror做这套方案 而且TC-Mirror还有一些额外的好处 如果你是用EBPF的话 它其实是对你的内核版本稍微有些要求的 应该是4.19或者是更高的那种版本 你才能去有BPFredirect的相当于它的辅助函数 但是如果你是用TC-Mirror的话 其实很早的那核 就3.9的那核 其实都会有这个功能 所以就鉴于它的兼容性会比较好 而且它的性能确实稍微好一点 所以我们最终是用TC-Mirror来做了这个事情 但是就比较遗憾的一点吧 就是我们其实最开始想做的就是想从这块 或者是这块直接通到上面这块 或者是从上面出来这个流量 然后直接通到下面这边来 就是我们想绕过整个的这个东西 但是我们现在基本上看了一些BPF的方法 包括一些比较新的一些函数方法 其实目前来说都没有找到能够绕比较远的路 就我们现在只能做到的就是把这个bridge绕过去 但是绕更远的 比如说从VM直接绕到外面 或者从外面直接绕到里面去 这个方法我们暂时是还没有发现 所以如果大家如果有知道这块 还有什么更远的一些绕路的方法的话 也欢迎和我们来一块讨论吧 然后我们这个TC-Mirror其实还比较简单 我们做完之后的之后 就会有一个延迟的下降 就是延迟会有5%的下降 就这个不是很明显 我们认为就还算好 因为你是一个通用的嘛 就5%的延迟下降其实还好 但是会发现一个比较不好的一个现象 就是我们发现我们的延迟量也下降了20% 就是可能就从一次节到16K 可能下降的幅度不一样 就可能有的会好一些 有的会坏一些 但整体来说在比较小的时候 都会有比较大的吞阻量的一个性能的衰退 然后当时其实我们也没有分析出来为什么 我们只是随机的调了很多的三数 然后我们突然发现这个TC-SUM 是一个导致性能衰退比较厉害的一个原因 就是我们当时是随机的把这个上面的那个 我想一下 应该是VNT0和应该是ETH0这两块 我们会把它的RX和它的TX的TX的TX-SUM全部都给disable掉了 然后就会发现这个性能就会有一个很大的提升 这个其实我们没有细究具体的原因 因为我们尝试过就是我们不加这套性能优化 然后我们也把那个TX-SUM给关闭掉 但是会发现那个就相当于原来的链路 你关TX-SUM其实对性能是没什么影响的 但是有可能它是你开启了这个TC-MIRROR的链路的话 因为你如果是从Linux通用的网络逻辑来说 如果它是纯内部的这种网络通信 就比如说它的VNT0啊Bridge啊ETH0啊 这个其实都是纯内部的网络通信 理论上它就Linux内科会做这个优化 它不会做TX-SUM 也不会做TX-SUM的校验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加了TC-MIRROR 或者加了这个BPF-REDIRECT之后 就可能是触发了某些逻辑版 会导致它必须要做这个TX-SUM 它可能认为你是一个外部来的数据包 或者是怎么样的 所以当我们把这个 但其实这个TX-SUM是没有必要的 因为它没有走到外面去 完全是主机内的一个交互 不可能出现这个 比如说你哪个数据包出错啊 这样的情况 所以我们做的事情就是 把它的RX和TX的这个TX-SUM 就全部都关闭掉了 然后关闭掉之后 这个性能就会见到一个 比较明显的一个提升 然后下面这个图 也就是我们是类似的 跟前面那个POD类似的 然后我们是做的 这个CubeWort里面的 就相当于我们在VM里面 再起了一个CubePort 然后我们这次是测的 UDP的一个延迟 还有它的一个通通量的一个表现 就可以看到左面这个图是延迟 然后红色的这个是我们优化后的 就很稳定的会好一点 就是好得不多 但是基本上会 小包的话应该是在5%左右 但是包比较大的话 比如到4K或者到16K的话 这个延迟 其实就很大的包的情况下 这个延迟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下降 就整体的话可能是一个4%到30%的一个延迟的下降 然后吞吐量的话 其实提升还是比较明显的 就吞吐量的话 基本上从一次节一直到16K 都会有接近50%左右的这样的一个 就吞吐量的一个提升 然后整体的提升就是 应该是在20%到70%之间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做的 就我们和Intel联合一块做的两个工作吧 一个是对同节点那POD的一个加速 还有就是同节点POD的一个通用的加速 就是我们不关心你的CNI是什么 然后只要你用这套方案 它就肯定会有加速 还有就是针对COOVERWORTH这种 也是你不管你下面CNI是什么 然后我们做的一个通用的加速 这样的话对于这两种比较特殊的场景吧 就会都会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性能的提升 然后下面是我们就未来设想的一些 就是还没有具体的去展开的一些工作 首先就是对于UDP的一个同节点的一个加速 因为我们前面讲的那个同节点那POD到POD的东西 其实是针对TCP进行的一个优化 因为TCP的那个链接和UDP的那个链接 还是不太一样 所以那套方案还不能完全的去复用 所以下面我们有可能会考虑针对UDP的场景 我们也把TCP的那种机制类似的迁移过来 这样的话TCP和UDP在同节点的性能 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提升 再有的话就是我们前面也说了 就是针对TCP的场景在小包和大包的情况下 其实它的表现还是不太一样的 因为小包会有一些性能衰减 所以我们可能会有一些力度的控制 比如说根据你的包大小 我们去选择是走Curnal的Data Path 还是走我们优化过后的这个EVPF的Data Path 再有的话就是我们会考虑一下 就是前面是同节点的POD嘛 但是同节点的VM其实也有类似的一个情况 但是同节点的VM面临的一个 就跟前面不一样的一点 就是如果你同节点的两个POD的话 Sockit是直接能看到的 因为你主机上是可以直接看到 就两个不同NiteNS里面的Sockit嘛 但是如果是VM的话 它的Sockit其实是相当于在虚拟化的 那个操作系统里面的 所以你在主机上其实是没有办法做这种的Sockit到Sockit之间的对考的 但是有可能做的一点就是我们可以根据它的IP 比如说我根据IP或者是根据端口 去判断出来 他们两个是在同一个主机内的通信 然后我可以直接在网卡上 比如说我的 就是 比如前面出来的那个VETH0 然后我们直接在这一端 直接可能绕过最底下的那个Ci 直接在VETH0的那一端 然后直接进行一个Redirect 这样的话也有可能做到这个同节点的这个CubeWord之间的这样的一个性能加速 以上就是我和Intel他们一周那边的一些工作 然后看一下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我就想问一下的话 你刚刚知道方案跟那个Cinema的SockitLB 然后同节点的加速的方案 然后的话有什么区别 因为我感觉看起来的话两者的话是非常类似的 对对是 你好 应该是大家思路是类似的 因为 能听见吗 因为实际上就是Cinema他们的方案底层最后用的都是这个SockOps加这个SockMessage方案 我不太了解它具体的细节 但是就目前Kernel里面针对这个EVPF里面针对这个加速的支持 应该都是底层使用了这个原理 所以性能上应该是差不多的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它的话你们Cinema的话有没有测过跟那个VXLAN还有MacVLAN的然后这种场景然后加速的一个情况 VXLAN和这个还暂时还没有 就是就是你们更多的针对就是说然后使用VTX对然后从Port然后到主机然后把这些路径给bypass掉了对吧 对我们其实主要考虑的是同主机上 因为这个这种场景下它的全部主机上的Sockit都是可以被拿到的 在这种场景下做这个bypass是很合适的 嗯 好 然后我这边问题 来来 用这个的方式有没有安全性的问题 安全性的问题 会有 就是比如说如果你是Sockit到Sockit对考这种方式的话你的所有Network policy是失效的 然后 主要 其实主要就是这个相当你的Network policy我们完全都绕过去了 会有这种问题 别人还有问题吗 啊 啊 直接说吧 就是 嗯 你刚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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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新建的连接的话 那就是 你看看 好像我漏了是 对一键连接的 对对 不加速是吗 哦 新建的连接还是刚刚走原来的 对 是 对 对 连接还是由原先的 对对 连接还是由原先 不管你是IP tables什么的做修改什么都不会变的 哦 就是正对你建的连接 对对 好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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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